各位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史上最快 最有用 而且三到七天就一定可以把五十音全部背起來的方法 我教書教了這麼多年 從來沒有比這個更好的方法 其他的方法我全部用過了 什麼動畫法 什麼漫畫法 什麼視聽法 那個都沒有用 那個真的有時候還是有人背不起來 後來我教了這麼久的書 我才發覺原來有一個很好很好的方法 我們看一下 學好外語我們都知道要有兩大支柱 第一個支柱是什麼 第一個你要有興趣 第二個你要有壓力 有興趣加上有壓力 你就一定會學得好 跟減肥一樣 你很想減肥 可是你沒有壓力就很容易鬆散 因為沒有壓力就很容易 比如說不該吃的東西就馬上吃 因為沒有壓力 雖然你想減 但是你就減不下去 因為你沒有壓力 雖然你想學 但是你壓力就沒有那麼大的時候 那你就會怎麼樣 就會背不起來 所以你為何會五十音背不起來 我們看一下喔 難道是因為頭腦不好嗎 沒有關係啦 五十音跟頭腦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只要會英文的ABCD 你就一定會日文的五十音 還是音感不佳 沒有關係 因為五十音才剛開始跟音感一點關係都沒有 再來咧 或者是人品不良 這個跟人品也沒有關係 不管是好人壞人都可以把五十音背起來 跟人品一點關係都沒有 或者是因為八字不夠重 你如果八字不夠重跟五十音背不起來也沒有關係 八字輕還是可以把五十音背起來 那你其實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剛好講過對不對 其實你是壓力不大 你壓力不大就真的很容易背不起來 這個是真的沒辦法 當然有的人他會自己給自己壓力 那個很容易背 可是99.999%的人都壓力 沒有辦法給自己足夠的壓力 所以你是壓力不夠大 所以你就背不起來 那怎麼辦呢 真的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我真的不是開玩笑的喔 注意聽喔 如何讓自己七天背起來 而且不只七天喔 三到七天都有可能 好 各位來 我呢 用這個方法我從來沒有失敗過 我是跟你講真的 真的從來沒有失敗過喔 好 這是絕招喔 各位 這是我的教學網站上面可以刷卡 可以超商繳款 或是支付寶 或是微信帳號都可以喔 好 那怎麼辦呢 要怎麼讓你背起來 跟這些帳號有很大的關係喔 我們看一下喔 好 來 你會五萬元給我 用什麼方法會都沒有關係 背起來呢 我退四萬八給你 沒有背起來呢 我就沒收 你一定背得起來 各位 給你講學金還不一定背得起來喔 因為講學金是我要給你的錢 有的人會覺得 沒差我不要哪種可以吧 可是呢 會給我是你的錢 你會給我你沒有背起來 我就把你的錢 噴 吞下去 你一定一定一定會 七天就一定可以背得起來 有的人覺得說 老師這樣子喔 我七天還是帶慢 我一定要更快把它背起來 怎麼辦呢 有 也有這個方法 好 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就依此類推 好 七天背起來 你想要七天的就會五萬 要六天的就會十萬 要五天的會二十 要四天的會三十 要三天的會五十 要兩天會七十 要當天背起來的 你只要背一百萬給我 當天早上 凌晨十二點會給我 當天晚上考試 你還沒有背起來 我就把一百萬沒收 你當天一定把它背起來 絕對背起來 五十英才五十個 有二十四小時 你一個小時背兩個 你背不起來 你一定背得起來 所以呢 各位 你一定想要背起來的話 就是用這個方法 而且呢 我們有什麼 背起來保證退費 我一定會把錢退給你 所以你不用擔心 所以呢 你如果真的想要把它背起來 你來跟我講 你把錢會給我 你真的背起來我就退給你 那你一定背得起來 所以任何同學 任何朋友想要把五十英背起來 而且呢 苦餘五十英背不起來的 請你叫他來找我 把錢會給我 然後呢 我當天 或是就看他會多少 我就隔幾天之後跟他考試 他考過我就保證 保證把錢會退給他 你就完全不用擔心他背不起來的問題 絕對沒有這個問題 好 所以各位 你要不讓他 把他五十英背起來 或是你自己本身 想要把五十英背起來 就來找我 把錢會給我 你一定會背得起來 我到目前為止 從來沒有失敗過 你不要以為我在開玩笑 是真的 我是真的遇過很多五十英背不起來的人 我就幫他解決了這個問題 很多人很感謝我 好不好 所以你把錢會給我 你就把五十英背起來了 揮一百萬 當天一定會背得起來 二十四小時 一個小時要背兩個字 就五十個字了 你怎麼可能背不起來 因為你有一百萬 你壓力夠 你就一定會把他背起來 好不好 OK 真的喔 不用再猶豫了 真的想背五十英 真的想要把他背起來的 不管是親朋好友誰 任何人都可以來找我 把錢會給我 他就會把他背起來了 OK 我們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真的非常感謝各位的訂閱跟贊助 我希望我們今天可以拍出更好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 謝謝